等我们一起在凡走的驾驶下 这么大的鸽棚我们来了 这里就是川中汉匠 种鸽舍的核心区域了 你说多大的鸽舍啊 需要这样一壶水的水量 来保证我们在这个行走过程中的 这个区域基本上就是年龄大一点的鸽子 然后也不出比赛的 基本上就是出这个刘种的鸽子 全是哈利的 这些熊就是全是哈利的子弹 哇塞 终于看到川中汉匠反走哈利的这些鸽子们了 那边还有哈利的子弹 还在趴旦是吧 一单尖制 现在都一副一气嘛 哪有一副多气的 走进A5同样是优秀的种鸽 这个也是哈利的子弹 这个是992配4万号的儿子 哇塞 非常经典的 嗯 梵德木克 992配4万号 非常经典的儿子 在这一屋 这个就是开创冠军的外公 开创者 总冠军的外公 那个是四十名的妈 四十名的妈妈 哎呦 四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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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那个头号总工的妈 嗯 这两天 这个是你二十的一个最年轻的儿子 一八年的 啊 迪克弗奈克 嗯 这也是 这个歌子 现在我把它配的开创冠军 开创冠军 因为开创冠军母系就是你二十那边 嗯 这个就是 有传承了啊 在北京开创 19年代是 三冠第六 嗯 三冠第六 三冠中和第六 红外还飞了威力的九 就他出的那一年 多十的 嗯 这对歌子比较神奇啊 这对歌子 他在欧洲就做一个好 好几个 这个高奖位的这个歌王和成 成一个 最后我买了他几个纸带回来 嗯 他其中有一只歌子就做出 鼠祥训练的春赛 歌王亚军和歌王二十位 就是一窝鸽子 那厉害啊 然后 而且这两只歌子都是在第一关 一个飞在十米 一个飞在亚军 嗯 这个歌子又换了一个配母 飞在歌王 哇 他的几个全平倍 嗯 就相当于都是他们的孩子做出来的 对 三个全平倍 一个飞在歌王四 一个飞在歌王二十米 全平 嗯 这就是什么歌子呢 来看 这个 每一个配对歌手里边都有 这个是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 哈哈 这个秘密武器 刚出的小歌子 这个秘密武器 留到今年秋天给大家 揭秘啊 那这个整个这一棚都是 基本上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 嗯 这个就是他刚才在对待那个儿子 嗯 他回来时间不久就做出三个歌王 哇 嗯 而且他每个歌王他都有前景 而最后我就去追他这个父母 哈哈 那必须得追回来 能有这样好的发挥盒子 像您这个占的七架是自己独立设计的吗 对 这个比较有特点 有点像那种欧洲的那种 头一窝蛋 嗯 就是头一个蛋我会把它捡来放上 可能他隔一天两点钟的左右再再把蛋还给他 啊 我当时做这一批的事是为了放在这 放在这个地方 原来里边还有看有暗格 他是一个 这样的话捡鸽蛋就比较方便 哎 原来他们捡叫拿个盆啊 拿个桶啊 乱了 那个 要不就蛋壳上写上标志 这个语色的话 对鸽子的话啊 只是说养鸽子的人在偏好 喜不喜欢 那个白鸽子人家也发挥嘛 对吧 只是激励问题 你一个公棚是有两万多羽鸽子 白鸽子就那么几十羽 你要说他去就飞冠军的 激励肯定会小一些 是吧 这个花鸽子还真的还比较厉害啊 在他七岁的时候做出的事官歌王十八位 七岁 这个鸽子已经四年了嘛 今年九岁了嘛 是 这个是嘉欣那个冠军的父亲 他还本身做出过MCO冠军 他这个是一个哈利的孙 哈利 哈利在您这里边真的是效力也是很厉害 也是 而且我知道您有的哈利的原神的鸽子也是非常多 现在我就跟他配了个哈利的女儿 他是孙嘛 什么叫大户人家 不光鸽子多 面积也大 鸽子生活的空间感也好舒服 我手上这与茨哥呢就是川中汉将的传奇茨哥 北漂公主 2020年赢得过北京开创四官歌王的总冠军 他出生于2020B00724 至于茨哥呢中等起行 结构非常的整齐 漂亮 让你上手之后呢 感觉最特别的是 他丝般柔滑的羽毛 毛片非常贴身 不愧是2020年开创四官歌王总冠军 很有活力 聪慧 我们来欣赏一下他的翅膀 翅膀主腹分明 如雨破风良好 富雨呢厚且短 绑壁厚且有力 平衡感极佳 腰部力量非常强壮 一字尾 我们看一下他的肌肉 非常的细腻饱满 龙骨靠前前冲 极好 粗长且强壮 北漂公主用震撼的成绩 为川中汉将带来一身的荣耀 2020年开创四官歌王总冠军 范哥以500万的高价 拍回珍藏 进入总歌舍后 我们相信他的子孙后代 定会为川中汉将带来一次 又一次的新惊喜 和谱写新的篇章 大家好 看我手中的这羽超级的熊哥 威风凛凛是什么鸽子 他就是川中汉将招牌总攻 东风440 这羽熊哥呢出生于16年6092 440 在幼哥的时候一举夺得 16年KBDB幼哥 中长距离格王季军 之前在短距离的比赛中 奎弗兰苏普斯等等 也拿过高位入赏 之后呢 在波志两万多宇的大赛中 赢得过33位的高位 之后 在查特鲁 14000多宇的大赛中 赢得188位 成绩非常的显赫 凡哥呢 这个高架引进之后呢 不负众望 他在种歌舍中 立即证明了自己超凡的育种能力 子代赢得过 开创三关综合的第六名 第三关 第六名孙代赢得四川属乡 四关各王季军的超级成绩 那他的子孙后代赢得奖金 共计3000多万 非常特别的一羽熊哥 他的血统呢 更是大有来头 他出自于六号曼最核心的血系 与一身 如奥林匹克003 盖兰托斯 吉伯特等等 非常震撼的一羽熊哥 上手真的会让我有一种心跳的感觉 非常紧凑 很有活力的一羽熊哥 可以看到 在手上很难抓住 东风四四林 哇 太漂亮了 真的很有超级总共的神韵 眼睛真的是我们常说的 干透亮的代表 金黄色的底纱 非常干净漂亮 层次非常分明 通孔收缩明显 你看眼神 非常的犀利 我们来欣赏一下他的翅膀 竹腹的比例 非常的恰当 腹语厚且短 翅膀 肩臂 有力 厚度高 这与鸽子的羽毛 非常的柔滑 拿在手上 他都快脱落了 羽毛非常的丝斑柔顺 他的腰部力量非常的饱满 一字尾 腰部强壮有力 我们来欣赏这与鸽子的结构 可以看到 腔体 稍微高一点 前冲 非常前置 极具有速度感的感觉 龙骨 粗壮且长 尸骨 紧闭 有厚度 肌肉 柔软 细腻 有弹性 东风四四林 皇室的学童 显赫的成绩 进一种鸽后 他的子孙后代 为川中汉将 一次次的摘金夺赢 奠定了他在 总歌舍里面 不可 替代的位置 想必 他的子孙后代 一定会在 各大赛事上 给川中汉将 带来一次 又一次的 惊喜和传奇故事 我们 值得期待 这羽熊哥呢 是 世界名歌 哈利的侄孙 他自身 做出来过 NPO兼 一万多宇大赛的冠军 回到川中汉将 总歌舍后 他直接 做出来了嘉欣 四官歌王 总冠军的殊荣 非常特别的 一只鸽子 他的足环是 154012981 这羽熊哥 起行中等偏长 肌肉量不大 骨架硬朗 非常有活力 看上去 非常有哈利的神韵 但是比哈利要秀气一些 眼睛呢 遗传到了哈利的特色 浓郁饱满的暗沙眼 面沙粗 但通透 宽厚的黑灰眼质 眼球抖动有力度 通孔收缩小明显 极具哈利眼睛的特色和特点 我们来欣赏一下他的翅膀 绑壁后视有力 绑面脚大 主腹分明 足以破风良好 富于紧密后视 腰部脚饱满 力量足 一字尾 龙骨前置 龙骨粗状且长 肌肉稍微干扁一些 他是一个干瘦熊 尸骨紧闭强壮 这与世界名歌哈利的超级玉种侄孙 他的子孙后代在国内外大赛上都得以验证 我们想必川中汉将哈利品气的收藏中 这与鸽子在玉种区域里面 一定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拭目以待